在带领看到国立东华大学一名大二女学生 10号晚间在校内运动场骑机车返回宿舍的途中 在左转弯往外环道路口时 机车突然失控 自撞到路边的电线杆 造成脏气外漏 物品也散落一地 那么救护车赶到之后是紧急的急救送医 但是到院前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最后宣告不治 救护车迅速赶往现场 将女大生送医抢救 10号深夜11点多 国立东华大学发生一起女大生自撞的死亡车祸 校外外环道的部分有疑似机车自撞的事故 派遣时已经通知就是有疑似欧卡 有脏气外漏的状况 重回事故发生地点 还可以见到马路上留有大片血迹 女大生的机车也还停在现场 车头损怪 安全帽 球鞋 运动用品全都散落一地 女大生疑似在校内运动完之后 骑机车回宿舍途中 经过校园外环道 机车转弯时自撞 女大生自摔 头部 腹部都受到重创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救护人员赶到时 民众正在替女大生做CPR 不过宋一抢救不知 但是我们也马上通知家长 家长他就确定 因为在台南 所以他连夜开车赶来这里 东华大学强调 发生车库的转弯处 证明设备跟指标都做过加强 事故究竟发生原因为何 恐怕都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